大家好 我是Hugo 大家好 我是施詠 Hugo 之前我們就試過BenQ GV-11投影機 今次實試這部就是BenQ GV-31 看到它除了是30的後繼版本 還要是GV-11的放大版本 不知道在效果方面有甚麼升級了呢 這部GV-31跟GV-30的最大分別 就是由720P升級到Full HD 兼且還要來自Netflix 變成在使用方面更加貼心 不知道它的實際表現是如何呢 今天我們一齊看看 好 在開始之前未訂閱我們的 就快點訂閱我們 按旁邊的鐘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影片 Hugo不如跟大家說一下它的外表 這部BenQ GV-31的外形是原路路 因為它用了一個滾桶式的設計 前面見到有它的鏡頭位置 隔離是Light sensor 下面就有BenQ公司Logo 上面就有它的實體操作鍵 包括開關、音量和input的位置 上面這個位置還有手抽 因為它是扁桂式的投影機 左右兩邊偷空了給它做speaker 這裡寫明是TriFolo的揚聲系統 下面有幾個port位 包括Type-A的USB HDMI Type-C的USB Phone Jack 然後最後還有一個Power Supply的port 機背的部份 它這個位置都是偷空了給你做speaker 它最底的位置 它留了一個四分三吋的螺絲 給你用來裝配件 可以裝腳架 或者是上場上天花都可以 它跟機還附送了一個底座 它兩邊做了一個獨特的設計 當你放了投影機下去 你又可以旋轉調教的角度 方便用家在不同的地方做投影 它跟機還會有一個remote 好 上面已經有了大部份的short cut 還有有自動梯形校正 以及自動對焦功能 分別有一個火牛 電源線 以及一個來自Android TV系統的當告 看完配件之後 先跟大家講一下BenQ GV31的重點規格 BenQ GV31是一部1080P全高清DLP投影機 它用了LED光源 擁有300流明亮度 以及10萬比1的對比度 色彩範圍就去到REC709 98% 內置兩隻4W中高音單元 以及一隻8W低音單元 在播放影片的狀態下 續航力就可以去到180分鐘 這部BenQ GV31投影機的官方定價 就是港幣5999 我現在已經設置好一個projector格局 這部機 看回規格 它最佳的投影尺寸就是80-100吋 我當下在2.4米的距離投入90吋的畫面 至於幕方面 我找來了Unified Color的1.0增益的幕 而當下這個位置就是Android TV Smart TV的介面 因為我剛才已經安裝好一個當告在裡面 安裝這個USB當告很簡單 首先開啟外蓋 插好USB電源 接著找回HDMI的位置 對著相機的HDMI的位置 然後安裝上去 好 安裝好 最尾 把線上去 蓋上蓋上蓋子 就完成了 剛才Hugo也提過了 因為它內置了一個Android Smart TV 11 當告 看到這次和電視機基本上是看齊的 因為它安裝好Netflix Disney Plus ViuTV Apple TV YouTube等等 全部都安裝好了 而在操作上面 上面就會是一些App 下面就會是WeZoom播放 再跟著下去 就是不同App的一些推薦影片 整體手感和流暢度都不錯 進去應用程式裡面 就會見到有這個Wireless Projection 就可以做到iOS鏡像投放 一會兒都會和大家再試一試 至於今次最棒的地方 就是它一個remote 已經可以做齊所有的操作 如果你平時是用Google TV 或者是Android TV的朋友 都很容易上手和很容易操作 還有它裡面還會有個Projector Menu 就會有更加多進階的調子 這一部分就交給Hugo和大家分享一下 進去Projector Menu的部分 同時你見到最頂的位置 有亮度、影像模式和聲音模式 基本上是Short Cut 你除了可以調校亮度之外 你按下這個影像模式 還有幾個不同的模式可以選擇 其次就是如果你想再進一步 設定影像的話 你按進去 這裡除了有影像模式可以調校之外 你還有亮度、對比度 色彩和銳利度的位置 都可以做fine tune 聲音方面你都可以在這裡轉模式 待會跟大家試一試 它現在這部機的主打 就是劇院超低音 看看表現如何 另外它還有一個對焦功能 其實這部機已經來自了自動對焦功能 但可能萬一有時候情況比較差 對不到焦 大家可以放入手動的對焦 放進去 你做一個手動的tuning的話 其實操作都蠻簡單 另外這部機還支援自動垂直直調校正 你找一個安裝的設定 找一個自動垂直梯形校正的選項 選擇開啟的話 你就可以用到這個功能 Ztank 大致上就是這樣 不如一起找幾段影片來試試效果 先讓我看看 沙漠已經在呼喚了 好… 不完全在呼喚了 因為我基本上不能浪漫 但你明白了 我可不可以找妹妹求救 好啊來啊來啊 你可不可以幫我翻臉啊 好啊 如果晚上在酒店房天幕下 和35G一起播劇都挺爽的 聽上來都挺正的 我們不如一起拆出來看看吧 剛才我們關燈了 試試在90吋環境下 看看這部GV31出來 那個串流APP的畫質表現 電影方面我找了兩個APP去試 首先是Netflix 還有就是Disney Plus Netflix方面我找了近來人氣大跌 真人版的海賊王去試 試了一段就是藍珠樂登場那段 我發現這部機器在HDR Source轉換到SDR的過程中 其實都挺自然的 變得面色或光線打進去 人臉的立體感都可以出現 這部片是24p 但它轉造 即是Upscale做60p之後 那個Motion的自然度 其實都挺流暢的 基本上你不會覺得有疾 或者有跳的情況 整體那個電影感其實都挺好的 其次我再在Disney Plus上面 找到那套銀河手握去試 這部機在動態的處理 甚至說它沒有一個獨立的設定 去增強它的Motion 但是在一個Fush D60p的情況下 其實那個感覺都挺自然的 我平時自己一向都會比較 Focus在看YouTube或電視節目的效果 因為這部機器今次是可以吃足1080p信號的 所以其實兩邊都做得不錯的 先講一下YouTube YouTube它出到4K信號 就算轉換到1080p 其實都會有相當不錯的好處 而在ViuTV那裡 我們特意開了少少燈 去營造如果在家裡 我們真的沒有電視機 要用投影機看電視的時候 日照時間的效果會是怎樣 其實都做得OK的 都很清晰看到整個畫面 顏色方面都不錯 另外聲音方面 它有True Follow喇叭 所以剛才人聲都是非常足夠的 而且它還有一個低音增強模式 剛剛看電影的時候 還會聽到男主角的後低聲 一會兒我們會用這個Speaker 去試聽歌的效果 看看聽感又如何 試其他東西之前 其實還有少許設定的東西 想跟大家分享 話說剛才我看海賊王的時候 發現高光位可能進取了一點 我建議大家可以進入畫質設定 將對比度微微從50拉到45 覺得那個漸層或者天空的變化比較自然 另外還有就是它的亮度 亮度的位置嚴格來說 其實控制它的灰界 可能你現在有些場景 你會嫌它的畫面太暗 可能會加到55 可能感覺上就會比較自然 當然就是說 譬如說 覺得畫面太灰 你可能拉到它變成45 那個Range來說 可以調校一個比較自然的畫面 小提示就來到這裡 接下來我去找一部PS5 試一試看它在看電影和打機方面 剛剛試了用PS5 試了兩套片 一套就是Disney Plus 上面的元素 但也會 另一套就是4K藍光版的Flash 我試一試看它在搏了一部PS5 之後看電影方面的效果是怎樣的 單Convert做這個SDR底下 高光位不會一口氣變磨平了 你還會看到一些顏色 還有一種Layer 整體來說立體性也算是不錯 特別我記得有一個位置 拍著一條生鏽的後管 剛才出來的時候 我記得那個生鏽的感覺都不錯 都挺逼真 其次還有就是試了一個4K藍光版的Flash 因為它有很多閃電的效果 就是它的衣服出來 整體來說那種電影感 或者是那種流暢度 甚至可能說Flash那件紅色的衣服 在當下這個環境下 我覺得都挺自然的 施榮你又覺得怎樣 我自己平時都喜歡留意一下卡通片 看看它的畫質會是怎樣 剛才看元素大都會的時候 就特別留意得到 它不會有一個拖尾的問題 整體的Motion流暢度都非常之好 Hugo 剛才我見到你打機的時候 打喪屍都好像很爽 你又覺得怎樣 沒錯 因為這部機器官方都說 它自己可以做到45秒的低值 剛才我槍遊戲的部分 你見到其實無論是Pan鏡 或者是開槍的時候 那種感覺 基本上你是感覺不到有特別的跌離 甚至是90吋的畫面 玩這隻生快機的爽快感 還有那種的震撼到 其次的聲效模式 我都是繼續用超低音增強 因為我覺得始終都是 好像那個增強底下的Range 那種臨場感或者那種震撼度 相對來說會都挺高 至於有玩這個Switch的朋友 都可以經過USB Type-C直播 GV31去投放出這個畫面 變成大出街 在戶外玩都方便很多 剛才我們就一直試一個90吋的畫面 去看片和打機 而我家為來都未必打到90吋 所以不如我們又試試 拉近一點投射一個60吋的畫面 看看它的效果又怎樣 一會再跟大家播放音樂 聽聽歌的效果又如何 我聽聽聽 剛才我們就拉近一點投了一個 60吋的畫面去看 當然如果我們拉近了畫質 飽和度會高了 以及整個畫面都實正了 但如果你說我真的想看很大的螢幕 想去回90吋的 就算我們開了少許燈 其實都很清楚看到畫面 不過我又這樣說 以我為例 我自己在房間都不會打到90吋的 原來小小的打個60吋 甚至乎再細一點 畫質都會實正一點 以及都挺好看的 沒錯 施榮 其實因為Sigmo都說過的話 只要你是把畫面打大10吋 其實那個光線 那個流失度來講都會提高 變成可能東西會舒服一點 沒有那麼Sharp 如果我們真的要畫質先決的話 我都建議你可能打10多吋 可能頂盡70吋 那個畫面來講都算有幾有交代 施榮 剛才我們也聽過歌 你覺得這部機的表現是如何呢 我們直接用它做speaker 這樣聽一下歌 播一下音樂 其實它本身有一個16W的輸出 三個單元 所以我自己覺得 它整個聽歌的層次感都做得不錯 特別是人聲都幾突出 整體的音樂感 那個飽和度我覺得都是足夠的 不知道你又覺得怎樣呢 剛才用了這個Tidal 上面找了兩首歌 一首就是陳女青年牌機 另一首就是Birds 一首發燒音樂 經這個Chromecast的功能 將訊號cast給二部機播放 你見到其實可以製作它的鏡頭的介面 在它的操作上來說都算是幾窩心的 用了音樂模式之後 聽到聲音的自然度 還有低音方面 明明是會收斂一點 變成中頻 人聲的部分 就跟樂器的分離度相對來說好一點 加上它的Speaker 它始終有一個擴散 因為有三邊的擴散 你聽到前面的音場上來說是自然 我覺得以一步 即是以Projector主打 聲音為一個輔助的裝置來說 聲音方面都幾有交代 剛才我見到你都用了這個 Wireless Projector 去做一個iOS的影鏡像投射 可不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怎樣去操作呢 其實操作很簡單 首先你進去Projector 找到Wireless Projection App 打開它 另外你拿一部手機出來 在iPhone那裏 找到Cast的功能 按下去 找到GV31的話 基本上兩邊就可以配對 留意一件事 就是有些可能加密了的傳統App 譬如Netflix或者Disney Plus 它就不可以Synchronous 進去畫面上 沒有所謂的 因為這部機器已經有這些App 整體來說我覺得這個功能都幾實用 總括而言 我自己就覺得這部GV31 對於我來說是非常之好的 因為我自己就覺得它可以很方便 又可以投射到天花板 在房間裡就算看片 都很舒服可以睡在這裡就看到片 跟GV31GV30都是一樣的 可以將畫面投影上天花板 而且它整體來說都幾便攜 就算我帶出去 遲些冬天去露營都可以用得著 而且聲音人聲方面都非常足夠 所以總括而言我對它都OK滿意 你呢 我覺得這部機器都算是一吋長一吋強 因為說實際上它有這麼長 Size的機器除了可以出Full HD 來自Netflix 接著它的喇叭 現在看到有Size來說 Range來說都幾闊 就算看電影 簡單 在房子看電影來說都算是幾開心 簡單來說以新手入門來說 這部機器已經是夠適用 我們今天的評測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Subscribe、Share 還有按旁邊的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再見到我們兩個 就留言給我們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